关于特朗普 今天说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先说好消息 特朗普的影响力还在 虽然在中期选举中 他支持的那些马仔们都含恨败北了 被民主党秒成了渣渣了 但好在这个大王的排面还是挺硬的 马斯克刚刚在网上进行了投票 最终结果是超过51%的网友 支持解封特朗普的推特 于是第一时间推特就宣布了这个消息 当然了 因为之前封号的缘故 特朗普的粉丝全都被清空了 数字是零 不过特朗普的影响力还是太猛了 虽然特朗普还在嘴硬 说他有自己的社交平台 暂时不会考虑回到推特 但是广大网友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当地时间11月19日 就在特朗普的推特被恢复之后 短短24小时之内 特朗普的推特就重新涨粉8700万 这种涨粉速度过往进来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社交平台可以做到 当然 这也直接就创下了推特的涨粉记录 虽然这么多粉丝里面 不全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可能有很多是像我们一样 没事跑去看热闹的 想看看董王这次回归以后 他这张大嘴 又会在推特上说些什么 又会给我们贡献出多少金句和欢声笑语 但是这年头在互联网时代 粉丝数就意味着能量 而流量则意味着影响力 不管这2024年 特朗普能否当选总统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几年 特朗普仍然是美国政坛上 影响力最大的那个人 无人可以与之比拟 当然了 前提条件是他要和马斯克搞好关系 没事别再因为啥原因 把推特的号给封了 因为推特目前来说 还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媒体 虽然特朗普说了 自己暂时不会考虑回归 但那多半是因为和马斯克之前吵过架 放不下面子 不过在现实利益面前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重归于好 马斯克需要特朗普将来在政策上对他的支持 而特朗普也未尝不需要马斯克呢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只有永恒的利益 好消息就是这个 特朗普的影响力还在 但同样坏消息也是这个 特朗普的影响力虽然在 但没以前那么夸张了 就拿这次推特是否解封特朗普的投票来说吧 最终结果是51.8%的人支持 48.2%的人反对 最后支持者只赢了3.6% 这个优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微弱 还是那句话 支持特朗普重返推特的人理念 不仅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可能有很多是把他当成孝敬来看 想看热闹的 但是那些投下反对票的人 他们可是真心讨厌特朗普 讨厌这张大嘴巴 甚至就连一秒钟也不愿意看到 他在开口说话 这种极度的讨厌占比将近一半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首先 这些反对特朗普重返推特的人 他们在2027年大选的时候 是肯定不会投票给特朗普的 这个逻辑很简单 从一道难 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愿意 就说重返推特吧 看着特朗普在上面说说说 这都不能容忍 又怎么可能会忍受得了 他成为美国总统 干上四年了 这将近一半的人不会给特朗普投票 这又该怎么办呢 一般人看到这里 就当个热闹看看 看完就算了 可是聪明的人 尤其是美国那些政客们 他们则会利用将这些反对的力量 全部利用起来 你们不是反对特朗普吗 行啊 来来来来 我们推举出一个新的候选人 你们投票给他就是了 只顾反对的力量 民主党想利用 共和党也同样想利用啊 因为他们看到了 这股力量的可怕之处 与其到了最终对决的时候 这一半人 全部站到民主党那边去 还不如现在我们就给利用起来 先把特朗普给搞掉再说 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其实一直都是挺不待见特朗普的 只是之前他的影响力还在 但这场中期选举 因为特朗普的乱指挥 共和党输掉了很多席位 这已经让人非常不满了 现在推特上的投票也出来了 一看到民意如此 那么共和党的大佬们终于坐不住了 他们行动了起来 首先就是苏世明和彼得菲 大家一看这名字 可千万别觉得苏世明是什么华裔啊 告诉你 根本不是 这只是翻译过来的名字 人家本名叫Steven Strothman 这俩人 一个是黑石集团CEO 另一个是盈透证券创始人 黑石集团总部位于美国纽约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 也是世界知名的顶级投资公司 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公司 而这苏世明 既是黑石集团创始人 也是拥有上市公司24%股权的大股东 可以说影响力非常大 随便一句话 美国资本市场都要抖三抖的存在 而这是盈透证券 也是美国最大的在线经济公司 这两位大佬都是共和党的金主 他们都表示不会支持特朗普 借助白宫大位 并称共和党应该重新出发 苏世明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的领导人如果以今日和明日为本 而非今日和昨日 美国的表现会更好 现在是共和党转向新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了 我打算在总统初选中 支持一位新一代领导人 说的很多很绕口 因为这是翻译过来的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说特朗普老了 是明日黄花了 该换人了 而彼得菲他在2020年竞选的时候 还给特朗普捐过款 他也说现在应该重新出发了 我们需要一张新面孔 特朗普的问题在于 他有太多负面因素 他选不上就这样 这两人是在特朗普宣布竞选2024之后 第一时间发的声明 最后还有跨国避险自尽 Citato的创始人 本格里芬 他不光说自己不会支持特朗普 因为他失败好几次了 不应该再次参选了 而且还说 他会转而支持佛罗里达州的明星州长 德桑蒂斯 就咱们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人 格里芬 彼得菲 还有苏世明 他们总资产就达到了850亿美元 另外还有传媒大亨莫多克 职长的新闻集团也说了 他们已经明确告诉特朗普 该公司不会支持他再次参选 莫多克的长子 未来继承人的拉克兰 还说自己也会支持德桑蒂斯 如果他出来选 集团一定会竭力支持 于是特朗普这位老人和德桑蒂斯这位新人 在共和岛内的争夺 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而且很多大佬都已经站到了德桑蒂斯这边 看上去特朗普是有点危险 可是别忘了 咱们前面的那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咱们给忘了 那就是马斯克呀 和里芬 彼得菲和苏世明 他们总资产不是850亿美元吗 那么知道马斯克有多少钱吗 其实啊 今年马斯克挺惨的 本月以来 特斯拉的股价累计跌幅高到26% 年内跌幅超过58% 众所周知 马斯克的个人财富 主要与特斯拉的股价挂钩 特斯拉股票持续缩水的同时 马斯克的身家也在一点点消失 蓬勃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马斯克的身家光在周一 就不降了860亿美元 今年以来 中发了105亿美元 在该指数覆盖的 所有亿万富翁中 位列第一 但是 这并未撼动马斯克 全球首富的地位 这位特斯拉联合创神的身家 目前为1698亿美元 仍排在全球第一位 看到了吧 光一个马斯克 就顶得上那三位大佬 编合起来的两倍 更何况 马斯克手上还有推特 这个庞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呢 莫多克集团虽然很牛 但那些都是传统媒体 年轻人谁还看那个呀 就问你 你是刷微博刷微信比较多 还是看报纸 看电视新闻比较多 这就是差距呀 所以只要马斯克愿意支持 特恩普的机会还是有的 这哥俩 2016年 可好得穿一条裤子呢 现在谁又说得准呢 还是那句话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啊 了吗 这就是了吗 这就是了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